一言王祖兰1月11日晚现身香港星辰电台 接受薛家燕座主持的节目访问 日前王祖兰过38岁生日时 老婆李亚南就在社交账号中 首次的公开两人刚出生不久的女儿Gabriel的照片 小朋友长得非常可爱 很多人都说孩子长得像王祖兰 那对祖兰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我真的开心了 很多因为大家都说他像亚南不像我 那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是因为其实早晚呢 大家也会看得到 因为很快就过节了 那过节的时候大家来拜年啊 你又不可以叫那些朋友 你别放在放到网上啊 那其实早晚都会看到了 还有百日宴 那所以不如在年前就把它先让大家看一下 那到时候大家来看他想拍照什么的呢 那也比较方便 其实今年有女儿陪着过生日 想必对王祖兰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难忘的纪念日吧 话说现在当了爸爸 在照顾孩子方面能不能做得来呢 今年的生日多了 多了女儿是很好的 然后宝宝就是你看他 你看着他你感觉就整个人就安静下来 所以工作再忙回家看到他就安静了 他的生活习惯有点像我 他也是睡魔 所以他可以睡24小时 凌晨人家说经常要两个小时就起来喂奶啊什么的 他基本上也是凌晨三点醒一醒 然后早上六七点醒一醒 就是时间很好啊 很乖啊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